字幕提供 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以数量来说的话 我们已经统计到2008年的2月了 那如果我们今天3月4月5月6月 我资料要一定放进去 可是我在这边资料表里面 我只有2月 我们去看什么 我们去看这一个 2008年1月 我只有1月1号一直到2月29 所以怎么样再把3月4月5月6月资料交加 所以我这边我要先取得以下的资料 3月4月5月6月 其实我今天我还没办法教你直接开一个资料夹 因为这样子一个使用的方式其实是不对的 没有人一二月算完空了三个月 再做大数据分析 不可能的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很乖的就是把3月资料交进来 再入4月的资料开启 5月的资料 5月的资料 好,Excel,連接6月 好,我這邊是不是有了3月4月5月6月資料 我都要合併進去 所以先回到什麼? 編輯查詢 評選編輯查詢之後呢 我一樣是要落在這個2008年1月 因為只有1月才裡面包含了2月的資料 對不對?1月底下是不是有到2月 好,所以呢 這邊有一個叫做附加 接下來選3個或3個以上 所以現在是1月 然後把3月加進去 4月加進去 5月、6月 然後確定 好,我們現在去看一下1月 1月沒問題 2月本來就有1月跟2月 然後接下來就3月 4月 5月 6月 好,關閉 然後是不是只有1月產生變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回去看報表 是不是增加了 而且這裡面的資料 絕對是1月到6月印表機的銷售數量 可以喔 所以同時可以做3個以上的資料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請你們來做多檔附加的練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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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асть